我選Eason好了 Cookie 投給做抗一票 我投給教練 小汪 我就會選Demon 我會投布魯斯 你知道就是七夕快要到了 訪問了我們的閃亮全體後勤 跟隔壁棚的選手 就是讓他們評斷有什麼樣的男友特質 我們就是做了一個就是票 在揭曉就是我們給你的評語之前 要先請你自己講 你覺得你有什麼樣的特質 我應該是暖男啦 那哪裡暖你自己 我不知道 不知道耶 自己講你自己暖男 你自己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還蠻溫柔的 除非他讓我生氣 不知之外應該算蠻溫柔的 我比較會計畫吧 然後跟兩人的相處模式 我覺得我可以處理比較好 我 人狠話不多 然後 又高又帥又幽默 幽默吧 完了我不知道 補什麼特質 有點自己講也太奇怪了 我應該都是以 先以別人立場去著想 然後再想到自己 我的優點就是負責任 拿太多的講不完 我也不知道想什麼 我選Eason好了 因為我看他mine check的話挺多的 講的話也是蠻幹的 覺得他應該是挺幽默的 我也投給Eason 因為 每次在半夜的時候 他們在隔壁 依然很有活力 有活力的男生是最棒的 Cookie Cookie 因為他半夜都會跟你女朋友在外面講電話 可不可以做我看一跳 看他 看他每次都最後一個走 最認真 謝謝 我應該選 布魯斯吧 因為 我那時候跟他去運動的時候 看他球技也不錯 就是興趣都相同 你喜歡技巧好了 沒有就相同興趣 相同興趣 興趣也相同 我投給教練 因為看起來成熟穩重 沒錯 男人就是要有擔當 我選教練朗朗 他看起來很頑厚 感覺是不會亂來的人 我應該會選 小汪 因為這個疫情當道 就是不出門的人最安全 他好像可以待在宿舍很久 就是都不用出門的樣子 安全的人 Eason吧 他看起來體系蠻好 應該蠻好欺負 看起來 他怎麼朗朗 對啊 因為他就是一個里長婆 哈哈 他超像里長婆 他超像里長婆的啊 他就是很囉嗦的 應該會寫個好棒吧 我會選以色拉寶 因為他是 裡面皮膚最好的 需要修圖修最少的人 我應該會選 布魯斯吧 他就是 平常就是做事 感覺比較沉穩一點 但是 私底下有時候又有一點 小小幼稚 就是感覺會 就是 蠻幽默的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做康 因為做康 蠻好笑的 而且他 有我喜歡這個 吳陶老師的 療癒小物 所以跟我興趣應該是 差不多的 所以我選做康 感覺以身就是 軟能代表 我相信做康 我會投布魯斯 我覺得他聲音好聽 而且他感覺比較 有生活能力 跟其他皮的話 我覺得 我就會選低門 因為他是走韓系路線 也蠻帥的 當然選高的 最高的那個 哈哈哈哈 這樣嗎 對啊 餅乾 沒有 他是我們中任的 不需要修圖 原布魯斯的皮膚也挺好的 安全 疫情下的好難 不過你們是看我 來殿堂之後 完全沒有過家 才寫這個吧 那去的是 所以你覺得 這個評價怎麼樣 讚 高 有獨特魅力 就我們公認 你是一個 蠻奇怪的人 好笑 有啊 應該有啦 應該有吧 尷尬 憨厚 這誰說的 這醫生說的是不是 對 我怎麼剛剛也在 所以總結這三個評語 你覺得 他們就只講我 比較 正經的那一方面 還沒講到 我沒有正經的那一方面 那你可以講一下 我就是一個悶燒的人 燒起來是很燒的 就幹話很多 要多燒 就可能要親身體驗一下 對嘛 對隊友可能脾氣不好 對女生應該脾氣是好 那你對我都說 你是擠娃娃 這男的脾氣沒有要好 意思 有貓 對啊 這應該是我其中一個 我也有什麼 我很愛貓 讚 我現在應該很多女生都滿喜歡貓 而且你知道你其實是最高票嗎 真的假的 但我完全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那麼快的氣我 我應該沒有你們想像中的那麼好 那假設 今天你有一個妹妹 然後他帶男朋友回來 是你們隊友的其中一個 你覺得誰可以接受 一定要選一個給我打 是不是 那應該就他 他應該 他應該比較不會欺負女生 座康應該不錯 座康看起來就是 不會亂來 他腳也蠻好笑的 好難喔 小王好了 小王看起來正常一點 感覺五個都不能接受耶 太熟了 如果要選一個的話 Eason或 以色拉吧 他們兩個應該 應該最正常 比較放心 很難選啊 座康或小王多一點 小小王就剛才講的啊 比較會照顧別人 座康是比較好相處 當室友一陣子 蠻好相處的 應該是 布什 因為我覺得他會堅持在 自己選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好的男性 座康啦 座康蠻好笑的啊 感覺對女朋友也好 座康應該不錯 那誰不能接受 布什吧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大家掰掰 掰掰